2021年頭10個月的整體罪案數字 是53,340宗 輕微上升了0.9% 暴力罪案是上升了3.1% 而我們的破案率也整體上升了0.8% 去到差不多是35% 一些主要大家關注的罪案 都是有所下跌的 包括行劫案是有105宗 下跌了137宗 其實下跌了差不多接近6成 而爆竊案是有1,261宗 下跌了580宗 跌了超過3成 至於上升的罪行 主要就是詐騙案 是有15,636宗 是上升了21% 而其中是接近這些7成的詐騙案 都是跟網上騙案有關的 我想特別講講有關於大麻的案件 大麻案件是有348宗 是上升了148宗 增幅是7成4的 而有關於拘捕人數方面 就更加有484人 是上升了接近差不多1倍 到98% 而在青少年的拘捕人數方面 是有105人 亦都比去年同期上升了差不多接近6成 近期有關於大麻 大家都很關注有關於大麻二分 即是CBD 又或者有關於四氫大麻分 即是THC的情況 本身大麻是一個毒品 是會上癮的 也有明顯的禍害 而大麻入面是有不同的物質 包括剛才所說的CBD和THC THC本身也是一個毒品 這個CBD是目前的研究來說 暫時沒有證據證明 它會對精神有影響 我們暫時叫這些是沒有精神活性的 所以在這個階段來說CBD 暫時就未裂為毒品的 但我們都留意著國際的趨勢 究竟有沒有一些新的研究 說CBD是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但是我們都發現了 近期有很多宣稱 只是含有CBD的物質的一頂物品 其實是含有THC的 即是說CBD 但其實是THC 即是含有這個毒品 那我想在這裏跟大家講 第二個課題就是關於立法會選舉 12月19日 是我們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的 第一個立法會的選舉 我在這裏呼籲合資格的選民 要出來投票 是選出有能力有擔當的外國者 在我們議會的服務 建立一個高質素和高效率的立法會 以設合我們市民的期望 我在這裏想再提提大家 不要以身試法 包括例如叫人投白票 或者叫人不要投票 或者其他一些損害投票的行為 這些都有可能是違反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 另外一些呼籲 叫人作出攻擊 作出一些其他恐嚇的一些行為 也都有機會違反其他刑事罪案條例的 又例如如果你是要勾結一些外國的勢力 去操控這個選舉 也都有機會違反國安法的 大家切勿以身試法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